加拿大警方5月3日逮捕三名印度籍男子 指控他们参与一名印度裔西克教分离主义者 去年在加拿大遭枪杀案 加剧两国紧张关系 据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时报的媒体报道 印度外长苏杰生当地时间4日 在布巴内斯瓦尔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对这一逮捕事件作出回应 称加拿大方面没有为此提供任何证据 却指责印度 是一种政治冲动 此前一天 苏杰生刚刚公开驳斥了美国总统拜登 关于印度等国排外阻碍经济增长的言论 称印度是一个非常开放和热情的国家 我进来之前刚刚看到有三人被捕 他们显然是有邦派背景的印度人 我们将等待警方提供更多信息 但通常情况下 如果你没有政治目的 如果我说我怀疑你 我会拿出证据 苏杰生当地时间4日称 加拿大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任何涉及印度政府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已经多次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 请给我们 印度斯坦时报称 苏杰生表示 加拿大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在某些情况下 也不和印度分享任何证据 加拿大警察机构也不与印度合作 指责印度是他们的政治冲动 随着加拿大大选临近 他们沉溺于选举政治 苏杰生称 据此间报道 去年秋天 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暗示印度政府参与了这起谋杀案后 哈迪普、辛格、尼加尔律次事件 使加拿大和印度陷入一场严重外交危机 今年5月3日 三名年龄都是20多岁的印度嫌疑员 在加拿大爱博塔省埃德蒙顿是被逮捕 他们在加拿大已居住3至5年不等 身份都是非常住居民 他们受空一级谋杀罪和串谋谋杀罪 加拿大警方说 他们在尼加尔案中分别是枪手、司机和望风筝 这一事件引发加拿大与印度政府之间的外交战 导致两国关系紧张 去年9月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指认印度政府与尼加尔之死有关联 加方驱逐印度驻加拿大最高级别情报官员 印度政府坚决否认涉及这一事件 并采取报复措施 驱逐加拿大驻印度情报官员 且要求加拿大驻印度外交人员中的多数 离开印度 另外一度对加方人员停止发放签证 针对加拿大逮捕三名印度人一事 有报道称 加拿大警方5月3日说 正调查这三名被捕嫌疑人 是否与印度政府有关联 我们的调查没有终止 警方官员代委泰布尔说 我们认为还有其他人参与这些案件 我们将找到并逮捕他们每一个人 泰布尔说 江方在调查过程中寻求印方合作 但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仍不thank 出名 各种 这